老头截取男人的腿骨反复打磨 制作出一根精美的象牙 接着对男人进行缝合 男人被成功地改造成一只海象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面容和蔼的老人 居然是一个杀人狂魔 受害者的膝盖一下都会被截肢 但他的残忍手段远不仅如此 几天前小兽还是个正常的人 作为博客的他 在跟网友分享搞笑视频 视频里的男主受伤大出血 他却在跟网友吐槽男主的愚蠢 但是这个视频火爆了 眼看要到手的钱 小兽怎么会损失机会呢 当下就飞过去采访那个男主 千里迢迢来到男主生活的城市 却发现他已经死了 视频火遍全球 网友的谩骂也接踵而至 男主抑郁之下自杀了 小兽看到之后 没有任何的怜悯 还打电话向伙伴责怪他死得太早 浪费郎贵的车费 影响了他挣钱 这天小兽正在上厕所 突然看见了墙上贴着的传单 内容却是一个老头的冒险经历 细看之下 他发现了新的商机 虽然路途遥远 地点偏僻 但他还是只身一人 连夜来到了老头的家 初次见面 老头表现得很有礼貌 小兽也像进了自己家一样 四处乱看 一心沉浸在稿前的幻想里 他没有看到 老头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审视 小兽向老头介绍了自己的职业 言语中充满了低俗 老头忍不住直接说 但很明显 小兽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继续边喝茶边听老头讲故事 为了让故事更加信服 老头还让他去观察墙上的果物 但是小兽更好奇旁边的骨头 仔细询问才知道 这是海象的骨头 老头陷入了回忆 跟小兽讲自己与这只海象的故事 但是小兽开始控制不住的想睡觉了 他想靠喝茶来提神 却不知这杯茶里被下了迷药 最后坚持不住 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小兽发现自己坐在轮椅上 就算腿上盖着毯子 他也没想过要掀开看看 直到老头递过来一杯水 他接过来毫无戒心的喝了 但是老头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痛苦不堪 小兽掀开毯子 发现自己的左腿已经砍掉了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大声质问自己 为什么不在医院 可老头只是随意的编造了借口 搪塞他 还把电话都撤走了 陷入绝境的他 当然发现了老头的失常 可是他动不了 他的身体像长在了这把椅子上 极度恐惧的他 大声呼喊救命 可是会有人来救他吗 这个人正在经历一场手术 他的腿被砍掉一半 手被缝在了身体上 只要这个手术完成 他就会变成一只海象 小兽被这个老头困在了房子里 就在他无计可失的时候 久违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给他的伙伴打电话求救 而这边 女友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小兽 伤心的直掉眼泪 伙伴看到了小兽的来电 却不予理会 一直没接电话 小兽只好给女友 留下了一封邮件 可是话没说完 就被老头发现了 他一棍子打晕了小兽 女友醒来了 发现了小兽的邮件 连忙叫醒伙伴去找小兽 可他们找了一页 都没有任何的踪迹 只能去找侦探帮忙 侦探向他们介绍了一个警察 通过警察的描述 他们知道 那个老头是一个杀人狂魔 之前已经有23个人 死在了他的魔爪之下 这个警察 一直都在寻找他的踪迹 他们已经交手了10年 每一次恶魔出现在他的面前 都会用精湛的演技 无迹可循的谎言来骗过他 而被老头打晕的小兽 在经历过一次惨绝人寰的手术之后 彻底变成了海象的模样 但是老头的目的 可不仅仅是海象的外表 他开始训练小兽的行为习惯 好让他变得更像海象 为了让他学会游泳 老头直接用铁链 把他拉到水里 但是小兽还不会用新的手臂 直接沉到了水底 还不等他调整好呼吸 就看见了水底 另一具海象的尸体 恐怖的画面 让他对老头产生了更大的距影 看着眼前的海象 老头陷入了回忆 他把之前的所作所为 都告诉了小兽 海象是老头绝望之际最好的朋友 他救了在海上漂泊不定的他 海象把老头当成了伙伴 真心的与他生活在一起 但是长期在荒芜的岛上 吃的越来越少 为了活下去 老头不得不把目标 放在了海象身上 没法生火 他就直接抱着生肉看 最终终于有人发现了他 可是在经受了飞人的经历之后 老头的心里已经不正常了 他靠在小兽的身上唱歌 像是通过歌声来怀念旧人 可是小兽却被吓得连连后退 已经变成这副模样的他 还能变回正常人吗 这个男人好惨 被活生生的做成了一只海象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此刻他那面前有一条生鱼 那是老头刚刚丢过去的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尽管心里十分不愿意 他还是艰难的移动身体 把鱼给吃了 躲在外面的老头把这些禁兽眼底 他满意的离开了 小兽已经越来越像海上了 而准备救小兽的警察 女友和伙伴 此刻才刚出发 他们凭着对小兽的了解 找到了一家便利店 女友刚拿出小兽的照片 店长就认出了他 警察得知 小兽曾写过要去的地方时 连忙让店长把便签拿出来 顺着这张纸上的内容 他们找到了小兽的车 警察凭借着敏锐的直觉 猜到了他的所在地 出发前 给了女友和伙伴一人一把枪 小兽正在被老头拉着学游泳 他把小兽当成了救他的海象 每天都给他灌输 人类是邪恶的思想 他觉得海象的死 是因为他太单纯 把人类想得太善良了 原本他是有机会反抗老头的 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老头穿上了海象的皮肤 大声的刺激的小兽 他想让小兽攻击他 用来弥补当年的愧疚 受到威胁的小兽 只好向他发动攻击 他学着海象的方式 朝老头扑了过去 激烈的打斗声传到了屋外 女友寻着声音找到了这里 推开门 却看到自己的男友 变成了一只海象 巨大的视觉冲击 让他崩溃的大声喊叫 小兽看到女友的到来 大声嘶吼 可怕的模样 让警察产生了杀心 他把枪口对准了小兽 可是女友制止了他 活下来 变成海象的小兽 已经没办法过正常生活了 他被送去了动物园 女友和伙伴来看他 他也不出来 无奈之下 女友只好用鱼来引诱他 小兽闻到鱼腥味 才从洞里爬出来 他狼吞虎咽的模样 让女友不忍心看 可是他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尽管心里舍不得 女友还是与他做了最后的告别 小兽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机缘巧合之下 进入了老头的圈套 当然 他的危机意识也不强 以为对方是个老头就放松了警惕 如果他在一开始就没去老头的家 也不会有后面故事的发生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对方的电影世界 对方的电影世界 感谢观看